四川地震频发的原因 继汶川地震号 2013年4月20日 四川雅安发生7.0级地震 以现存记录来看 从民国到共和国 四川大大小小地震30余次 作为古时兵家必争之地 四川盆地为何地震频发 无论是汶川还是雅安 震中均位于龙门山断裂带上 龙门山是四川强烈地震带之一 自公元1169年以来 共发生破坏性地震26次 其中理事6级以上地震20次 而造成四川多地震的原因 是印度板块向亚洲板块俯冲 造成青藏高原快速垄升 高原物质 以龙门山断裂带向东流动的过程中 遇到四川盆地之下 刚性地块的阻挡 造成能量长期积累 从而导致地震多发 虽然当前的科技水平 尚无法准确地预测地震的到来 但对于地震 我们应该储备防震减载知识 积极做好防御工作